救護人員緊急將傷者 抬上單架固定準備送醫 只不過對方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另一邊消防出動大型破壞機具 只見銀色轎車 整個車身被壓變 剩下半截 車體嚴重扭曲變形 救援十分困難 當時這輛車內四人 其中後座兩人受困 大卡車撞到那一台 最嚴重那一台 前面那一台我去拉拉不起來了 縮起來那兩個流血 一個女孩子吐血趴著 最後那一個在裡面看不到 恐怖連環車禍 發生在國道3號北上16.3公里 接近南深路交流到處 8號早上11點左右 47歲的紅姓男子駕駛連接車 疑似沒有注意前方車況 先追撞銀色轎車 再向前擠壓到其他三輛轎車 其中銀車首當其衝 右後座的無姓男子 被夾在變形的後座間 被搶救出來時 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送醫後人宣告不治 而左後座的高姓女子 則重傷昏迷 受害車輛被撞到宛如廢鐵 車體殘破不堪 據了解營車內的三男一女 都只有20歲出頭 疑似相約出遊 沒想到靜遇上車姐 總共有一大四小的車輛 總共有五部車的事故 造成七人受傷 一人死亡交通事故 這是謊神嗎 肇事駕駛一次開車謊神 釀成嚴重追撞事故 後續警方持續釐清肇事原因 也將駕駛依過失致死罪 以從偵辦 靜遇的超會晨新衛廠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